新闻最后看到是推广无毒有机蔬果 苗栗苑里镇农会利用了小黄瓜产旗的空档 示众蜗具生菜 包括了像是粉红天使、意大利、鹿角、大鹿A菜等四个品种 温室栽培并强调不使用农药 不仅品质佳 农会也要拼今年内完成有机的认证 促使苗栗的农业更神奇 菜叶有如波浪般卷编的意大利绿卷 还有带有红边的粉红天使 以及餐桌上常见的A菜 包括有鹿角A菜、大鹿A菜等等 这些品种都属于蜗具 苗栗镇农会推广无毒有机蔬果 近期又有新花样 培育正直蜗具生菜 那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左右 那就可以采收 那比较小颗的可能就是10天到15天左右 都是陆陆续续可以采收的 那我们爱情果园也投资在于设备上比较多 尽量我们就是利用这些设施 我们把病床害都挡在外面 让里面达到没有荣耀的境界 请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安心的来食用 种植莴炬的这块用地 原本以栽种小黄瓜番茄为主 但受到疫情和天后的影响 夏季蔬果减产 9月和10月的产期空窗期 挪回改种植莴炬 温室环境再加上龟毛的无毒管理 长出的莴炬细皮嫩肉 叶莴炬为主 大概种了四五个品种 那这些有机蔬菜还是在试验阶段 那整个爱情果园 我们是还是以番茄为主轴 那番茄的产季呢 一般我们都调整在11月左右 那整年都有的是我们的小黄瓜 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有稍微delay到 小黄瓜的产季呢 预计大概在20天左右 爱情果园窝聚产季较短 10月中11月会改由番茄小黄瓜接力 农会不断尝试栽培新农产 让消费者多点选择 而目前也正着手申请有机认证 以升级苗黎县农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